天降 也在天降啦 大哥 6C剛好 我們這邊帶走 好 我們來疊一下雙子 這回合來疊一下雙子 哇靠 這麼痛的嗎 這邊的話我們關一下這個 好這樣子 然後雙子應該不用 等一下再把那個伊斯打開回來就好 CD很快 好 再來呢 我們點這個 暗珠 我現在是隨便開啦 因為我也不知道劇本要怎麼打 試試 試試看 點暗吼 這邊點暗 好 然後再來強化五鼠盾 這邊伊斯塔開下去 伊斯塔當頭的話是無視 五鼠盾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 而且這樣子它會共鳴到雙子 對不對 它會共鳴到雙子 這樣應該疊滿了 這樣應該疊滿了 應該疊滿了 喔 一下 一下打不死的話我們可以再 再打一下 第三下它打我們會死喔 所以我建議第三下開個龍科比較好 看這個 然後呢 打死之後的下一關就是 拼圖盾 欸不是喔 是凍解 凍解這邊的話就是開第五隻那隻小甲 剛好可以解凍解 蘇因當頭伊斯塔也是有無視無數 也是有啊 但是就少了他會自己 自己造這個九顆 每回合造那九顆 然後還有王關無視年輔 這個伊斯塔當頭 我覺得這關比較做球 給伊斯塔當頭 那這邊的話呢 一定要把他一波帶走 一定要一波帶走 所以我這邊決定 我要開個技能 我們這邊點什麼比較好 火光星嘛 我們點 呃 星珠好了 我們點星珠 我看這樣能不能打個死好不好 測試一下 這樣應該轉的已經夠漂亮了吧 這隻的血量是7億三千萬 沒問題齁 這樣子開 這邊加個死 這邊打23億 所以這邊 這樣子開是一定打死的 暗珠記一下齁 暗珠是火珠 所以不用理他直接打 這邊是一、二 然後再來 來到王關齁 王關他在轉火 不過 這隊的話 火珠等於補血珠齁 就給他打就好了 起技能齁 起技能 這邊洗龍科齁 全部洗好洗滿 各位 然後在這邊 這邊要把他凍結齁 你這邊凍結他的話呢 他就打你就不會痛 那我們準備好了之後 可以一波爆發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開 水妹 然後技能都跳了嘛 所有都跳了 這邊開水妹 欸 不過這個火珠會不會他媽的有點太多啦 欸 這火珠好像真的有點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切不開 啊 可以開雙子啦 剛剛可以開雙子 喔 隨便有三回合可以打 有三回合可以打 OK吧 各位 有沒有很簡單 水妹不用啊 基本上你打到這關他都會跳吧 那最後一關呢 你就把所有的技能打開齁 像我們這邊就點個這個 然後 這個 欸 這個 反正就全部開一開啦齁 這個關掉 然後再開 全部開一開 然後無視黏斧齁 直接轉 再加個龍科 我不信 我不信 我不信你打不到88億 意外釋出這個不錯的劇本 我就照著這個劇本開技能就好了 那龍科的話其實 用這個九封完了就可以了 喔 他血量是88億喔 我們這邊打了120億差不多啦 而且龍科沒有滿分喔 所以其實你帶增傷龍科應該也是OK的 這邊帶增傷龍科也是可以的 沒九封龍科沒有差 帶增傷龍科也可以啊 反正你黑白 扶持無數 強化那邊 你直接一波把他帶走 就好啦 好 這邊就雙成就齁 額 頭尾神 隊長戰友不同